真的有,我們自己拔球漏了太多 然後在第三節的換房漏了太多課 如果這些都擋下來的話 應該我們分數在前面 今天我們是非常有機會把它拿下來的 其實錯失這個機會是我們自己的 那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必經之路 這是真的一個必經之路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很多的基建 你在很多的細節裡處理不了 這是跑不了的事情 所以 我也並不覺得說台瓶今天打得特別好 反而是我們自己 在一些細節上 沒有做到位 因為畢竟這是季後賽 它沒有辦法跟你像例行賽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犯錯 而且是犯 重複的東西,犯兩次三次四次這樣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沒有 把比賽拿下來的原因 好啦,講了講了 好啦,其實我先講這一集 就是我們的球員 其實我覺得 已經是我覺得在最後面 我們換了教練之後 其實我覺得非常滿意 其實 我們講至少說 我們有 陣風因為在賽季前受傷了 所以他回來之後其實 時間很短 那你要他適應這個 比賽其實是有點難度 其實我們在本土上面 我們陣風 傑敏 季 鄭偉 那其實再加上受傷的 朱育成 其實我們其實今年是有 努力的培養這些人 也讓大家看到說他們其實是 有潛力的 可塑制裁 然後 也讓我們在最後 他們有努力的成長 在最後我們打出了精采的比賽 給大家看 然後 教練團 教練 寶寶教練 然後跟大家的磨合 都是越來越好的 然後我們下一季也是確定 我們還是有 寶哥來做我們的總教練 這是 不會改變的 對,然後 然後 風哥也是我們 希望他可以回來之後 然後 復健 康復完回來之後 可以幫助我們的年輕球員 有在一些 二、三號的位置 有一些更 更好的一個 教導跟傳承 對 然後 其實我們今天 再講到我們今年的外援 其實我們的 Troy 弟弟 John 然後包括 常衛妍的 Legia 所以 其實我對他們的表現 都非常滿意 只是說我們今年真的是非常倉促的一個球技 所以我們在整合磨合上面 的時間 並沒有這麼的理想 那 終究到 最後 但我覺得還是我 我在這些人員的調配上的一些配置 調整的太慢 其實所有的責任都在我的身上 所以其實球隊到現在 我覺得教練團 球員們都已經非常非常非常努力了 對 辛苦了 好讓我們現在開始 超人棒的賽後記者會 大家好 我想我這個 接手又 對這些比賽 其實我對 這些奔路球員 跟外援的這個 組合起來 其實目前來講 我是非常對他們非常滿意的 而且 他們確實都有在按照我在訓練上跟比賽上 去做一些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執行 那 剛剛總經理也提到說 我們 就 目標方向 我們還是要 培養我們 的 這個 新人 我們還會持續 不管是在 現有的這個新人之外 還有我們選秀當中 我們會 去 尋找 然後我們當然也歡迎 這個對這個 職業運動員嚮往的 我們都歡迎很年輕的球員 然後今天講 講到今天的比賽 確實我們今天在整個比賽裡面 我們的 奔路球員 我想很多都第一次打這個 不要說肌肉賽 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這個肌肉挑戰賽 都非常深色的 經驗也比較薄弱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磨練的這個機會 給他們有好的磨練 希望他們能夠成長 然後為我們下個這個階段 而努力 再來呢 我也很謝謝這個 這個外籍球員 對我們球隊的這個貢獻 也讓我們整個本土的球員 也得到很大的進步 我想明年 我們會針對整個 團隊上的一些這個 人員 然後一些訓練的方向 跟如何去做好完善的準備 我想這是 我會跟公司這邊做一個非常詳細的 我們一個報告 然後 最後謝謝這個 我們這個雲爆 雲爆籃球隊 讓我能夠再一次機會去帶 帶一些年輕人 我想我會 秉持我過去對教練的這個 一個一個執著 繼續培養這些年輕球隊 讓我們的球隊 能夠 一直在壯大 一直在進步 希望我們很快 就能夠成為一支非常強的球隊 然後也謝謝大家媒體的配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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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就是 一個很有經驗的球隊 然後 我們 是挑戰者 但是很明顯 他們準備了 比我們更充足 然後 就是 不夠的地方 就是 在休賽季的時候 就把它補足 這樣 然後今天 我就是把寶哥交代給我的任務做好 然後 把握上場的機會 然後 對球隊做出貢獻這樣子 大概 我只會不錯 都沒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未來 除以 對 I just try to play, play as hard as I can, do all that I can do, involve everybody And at the end of it, I'm still proud of everybody. I'm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is team, this organization 他做到今天的,當然他很多的表現,包括他的發球 他的三分球跟一些進攻上的選擇,其實可以做到更好的 但他就是上了場就是盡全力去表現,去做他能做的跟住隊友 然後讓大家參與進攻這樣子 但最後還是想說他 很為整個團隊感到驕傲,為他對我感到驕傲,然後他也很榮幸能夠 參與這支球隊這樣子 我想對,今天我們的失誤是降低的非常多,但是我們防守上 很多地方沒有交代清楚 然後沒有交代清楚,又讓對方 在外圍有很輕易的投籃的機會 不然這就是 我們比較年輕球員在場上稍微這個 開口講話的 這個時機可能沒有去拿捏的好 這也是我們要去 去改變的,我想只有改變我們自己把我們整個在場上的節奏能夠控制好 然後 不該發生的事情,去降低他的發生 我覺得這就能讓 為什麼這是在紀錄賽 誰犯的問題越多 所以誰 誰就這個訴求的這個 這個機會就大 我想我們今天犯的就是我們在防守上的一個問題 往後我們就會朝這方面來去做,讓年輕人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講話的機會,學防的機會,能夠大膽去在場上發揮,比較重要 這個賽季我們其實 大家都很努力了,然後 我很感謝就是我們公司的員工 然後球員教練 那雖然我們今年在 在機前就遇到的傷兵的問題,我們 要培養的人 那就已經有大傷出現 就已經一次傷了兩個 然後又在磨合的過程中遇到外援的 配合度的問題 還有外援剛進來的時候也有傷兵 就是隔離出來 這都是我們今年遇到的比較多的一些問題 然後還有 還有疫情的部分 變成說我們要連續的調整是 有點辛苦 當然這都不是藉口啦 但這一年是我們球隊的第一年 那我們在一些不管是 球員上面,明年在球員跟教練上面都會有明顯的 調動 然後 在我們在行銷上面也會有一個全新的 雲爆給大家看 那請大家就是期待我們的下一季 絕對會跟不一樣 謝謝